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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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今天是华言经的课程 讲的是还是华言一海百门 讲到一海百门的第一 原生汇集门的第二小段 入法界者 看到第二小段入法界者 入法界者的这一段 第二小段的这一段中 今天要讲到第三行 是从与虚空界等片通一切 随处显现无不明了 从这里开始说 从这里开始说 上一支箱已经跟大家讲到 同于真迹 正一念大方广佛华言体 就是你这个根本大觉的性体 念念现前时 它就是一切缘起随缘当前 缘起随缘当前 叫做随甲 因为缘起叫什么 就是甲缘处 甲中中缘 为什么说是甲缘 因为其实原现实 就是级的体而已 就是大觉根本的作用而已 但是大觉要是 没有任何的因缘现前 你也不知道决心的作用 决心的作用 就不是有一法一向 可以让你去指成 让你去用这种妄想去现见 但用众生的一种 一种思念意念中的妄想 说你感觉到那个决体 你用的那个动用那个妄想 那就是什么 就是甲缘而已 都是甲缘 所以根本不能够动用 动到众生意识 既然不能动到 进众生意识处 那就是什么 那就讲到 其实全体都是大觉形体处 因为就是全体都是大觉 根本一如当前 你再说众生意识 去思维大觉 就类似于我常讲的譬喻 如大海水 你却不去任这个大海 你只在大海的表面上 任那一个突起的水泡 你想要拿这个水泡 回头来亮大海 那绝无是处 众生的所有的一切意念 现前就是绝海之中 不过现前随缘的一个泡沫而已 你在那任何泡沫上面 想要思维如是绝海 那不过都是叫做什么 那都是叫做痴人说梦 不但你不可以亮 你也就算你迟此泡沫的意识 你也亮它不得 你也难亮 也不可能亮 所以既然如是 所有的一切决心现前处 就是假缘处 假缘处就是根本 现前的本来一体的真如处 那就是你的意证出 但就在这个意证上面 就说它什么 说它能夹 能夹所以才立真 能夹处的立的真 就告诉你 那能夹处的真 它就一定不假 所以能夹与不假 就在那一点上 为什么能夹与不假 要同时在那一点上 因为你能夹的 它一定不是哪种夹 它一定不属于哪种夹才能夹 假它已然是一种夹 它怎么还能夹呢 它是哪种夹 所以这是汉传佛教 尤其是大圣佛法行者 尤其是淡观自新的时候 最深的逻辑 它是不同一般 现在什么南传 甚至于现在 现在一般的所认为的 种种世间人 以为体会的佛教 所以大圣佛教之中 叫你念你之间 就在这一念大方 广佛华言体上 就是念念如是 开佛之之鉴 就在你的大觉体上 你念你思维 为什么叫大觉 因为现前出来就是一切觉 所以它叫大觉 虽然一切觉叫大觉 所以这个大一定是无相 什么叫无相 你不能拿哪一种觉 哪一个相说是它 但是你永远要知道 你不能拿哪一种觉 哪一个相来量它处 它就是能限一切相 一切觉处 因为它能限一切相 一切觉处 中的性德跟作用 你才叫做同于真迹 就是上一周讲的最后那一句话 同于真迹 所以念念之间 你起心动力 你在哪儿 你就是在这个真迹 你还会站在哪儿 何处 你就算现在我们是凡夫 我们已经剁在凡夫的夜感之中流转 你仔细思问 你觉得流转 你心中那个大觉心体的真迹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岔罗 从来也没有辜负过你岔罗 因为你要是真正那个大觉心体辜负过你 那你现在就已经马上跺在假中的种种 真的有如是执受了 你要是真正跺在假中的 真的如是的执受 你根本在假中 假是不知道假的 那如何你在这一念的堕落沉沦之中 你又怎么知道下一念的变化呢 你只是不认 但是那个觉体永远都是如此 它永远同于真迹 那为什么要讲到记 就是这一念心境之中 你在他看他刚刚讲到能假非假当前 似乎就有什么 就有他念念之间必定长守的这种珍藏的氛围 所以在这个珍藏的氛围之中方便说真迹 但这个氛围是事实上从哪里来 就是从他能假 但是却念念非假之中 你方便分别出来 他一定长处如是心中的根本大致氛围 那就是真迹 那这个氛围不同于刚刚讲的能假非假 因为他不是能假也不是非假 所以他才能够骗能假骗非假 所以决心现前时你就似乎反复就好像有一个能假的区块 也有一个非假的区块 其实这种种的区块的变化就是一体 根本你明白超越常常手持根本不动的那个真迹的区块而已 所以那叫同于真迹 这次决心你要慢慢慢慢不断的这样子老老实实 自己在自家心头之中念念批驳而来的 你觉得现前感受现前时 你那个决心是假吗 你就算被你自己蒙昧 说我现在好像真的随某种感受沉沦 你觉得沉沦都是感受而已 你觉得沉沦的这个沉沦的感觉也是一个感受 不过是他换一个面相叫做我好像沉沦 你用好像沉沦的面相 你就以为好像不同于 刚刚好像感觉到有一个感受的面相 其实从感受的面相 那在随主好似有沉沦的面相 那都是一个感受而已 都是一个沉相而已 所以他会随缘起承变化 就算你不认 请问你自己觉得如是感受 觉得如是面相 觉得如是面相 不断的变化 那一念当前 那个决心也从来没有随假沉沦过 因为他从来没有随假沉沦过 所以我们就算跺在凡夫 沉沦在烦恼之中 你才有如是真实 我好似真的被烦恼束缚的感觉 那这句话就要讲清楚 为什么 因为这一念真心从来 他从来不是真正以为 在感受之中必定随他堕落沉沦 所以才让我们真正跺在 就算不认真心时 被一感现前时 才有如是好似沉沦的种种幻觉 因为那个你觉得沉沦处 你正在觉得沉沦处 那个沉沦都是什么 都是插挪插挪变化 他要是没有插挪插挪变化 你哪里能够感受到沉沦的真实 沉沦的生动 沉沦的种种势力先前 那既然那种生动真实势力 是要靠插挪插挪变化 那插挪插挪是谁在变化 插挪插挪是决心根本不变 能够明白的插挪插挪 所以我们只是习惯 躲在后面本来插挪插挪变化之中 你抓着如是的变化 就不肯明白它的变化 不肯知道它的插挪 所以你自然在心中 就那种无名相续 那种相续叫无名 为什么叫相续叫无名 因为相续也是插挪插挪 你连相续都不知道是插挪 所以那叫无名 你以为真的有那个念头 上一念接下来念这样流转 你真要明白出 在现前每个念中你都知道 眼前的每个念中 它其实就插挪插挪在变 就算我现在一直觉得 这个念头没变呢 没变你仔细思维 没变它都插挪插挪生灭 因为它插挪插挪生灭 所以才会给你有念念相续 念念不变的生动 假如它真的以众生的这种知见 以众生的口吻说它没变呢 那你说的没变就是卡死在那里了 那卡死在那里你连感觉都没有 那叫定格 定格你连感觉都没有 决心没有一插挪之中垫在那里 它就一念一念念念生灭 从念念生灭之中不断念念捕捉 你才有生动的感觉 你才会真的以为有如是真实的感觉 所以真实来自于哪里 真实来自你根本不住 不住过所以才能够令你显现 一切众生以为的真实 所以那个决心也没有离开过你 那个决心的真迹也从来没有背离过你 那个真迹永远都在它真本真迹的 本来的心中的亲民的氛围之中 从来没有混乱 也从来没有被你随你处处泛滥过 所以将来你回头时也是一样 你站到这一念心就是同于真迹 所以当你明白真迹时就是下面那句话 前面一定要这句话你要明白 后面下面那句话你才能够清清楚楚 就是与虚空戒等片通一切 为什么叫虚空戒等 你明白这个真迹它就是虚空戒 为什么它叫虚空戒 决心现前时方便才说有什么 有一切法戒及虚空戒 我们平常不是发怨吗 弟子怨尽虚空骗法戒 或者是弟子怨尽一切法戒或尽虚空戒 发如实怨 为什么发怨一定有法戒虚空戒 你要同时发 因为这个决心刚刚刚讲到的同于真迹时 这个真迹就是什么 就是超越一切万有的根本的性空 那是虚空戒 你没有如是虚空戒 你哪里能够呈现现在种种一切 因缘变化的一切法中的法戒呢 能够启程一切法 镜子正在任其变化时 镜子常处虚空界 什么叫虚空界 因为在他变化当前 你会发现他念念根本不多任何变化 因为他不多变化 所以他能变化 因为能变化 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不多变化 这是汉传佛教最深的逻辑 所以你会发现 就在现在一切法界当前 你看得到虚空界 你明白那个虚空界是 心中根本的豁达与超越 那就在这个豁达超越之中 你才能够各个深入一切法界 所以叫净法界虚空界 你当你明白净法界跟虚空界时 你才把真正的决体 真正的法界这个根本 你才能够掌握清楚 那才是真正法界的深意 法界可以现前是法界 种种法界 但我们众生说的法界 就是一切一切法 一切法之中个别显现的 种种作用 种种的担当智德 说一切法界 但是一切法界 它不是各个别有法界 那各个别有法界 那法界就是各有 那世界都成混乱了 那是你心体之中 必定能成就一切法的 如是的法界 所以它能成就一切法固 所以它在一切法中 黑来成黑的种种法 形成种种黑的界 白来它能够成就白的种种作用 成就白的种种法 它也会变成白的种种的界分 似乎就有这种范围 这种氛围 那叫界 它为什么能够清楚 成就一切法界 是因为这一个心性之中 根本你不能拿种种法相或法界 来亮的这个法界 它本来不是被你用一切法 或一切界来亮的 但是你说不被一切法 一切界来亮出 你才是真正知道 它原来它是能献一切法 能献一切界 它能借一切界 所以这个界 你就不能拿任何界来借它 它能成一切法 这个法 你就不能说它是哪个法 这个是真法界 但是这个一真法界之中 它献钱的都是什么 现前的就是一切 缘其法界 叫做一切法界 所以你发愿是一定是如是法 一切法界 弟子要尽法界虚空界 你把尽法界虚空界 你才是真正站在大觉性体 站在毗奴折纳体上 能够讲的那个心中的 根本的法界亮意 那为什么叫法界亮意 法界亮意不是离开 现前的种种一切法 一切一切界 一切虚空界 你说有个亮意 而是你能够知道 那个虚空不碍于有 虚空界不碍于有法界 有法界不碍于虚空界 虚空界极有法界 有法界极虚空界 你是根本不是说 这另外后面还有一个一真法界可住 你是在眼前再有再空 你清清楚楚时 我说你住的是一真法界 所以既然如此 那你现前的作用呢 就是看到虚空界 跟一切法界 所以你决心现前也是如此 决心必定能觉 所以现前时了 决心就是我们现在来思维 我们自己的决心的作用 决心必定能觉 所以必定能觉 在你现在的每一个起心动力 你当下这一念之中 拿这一念之中啊 来做批语来做参考 这一念现前时 最初从决 决中现他之时 决是这个念吗 不是 他虽然在这一念上 但是最初现这个念时 是这个念吗 不是 所以你最初会体会到一个什么 叫虚空吗 所以那个虚空就是 我们常讲的 决海虚空起 缩坡夜浪流 那就是决心随缘之时啊 因为决心随缘之时 就在缘起的作用上面 你就会明白 决心从来非种种缘的虚空嘛 所以在三界之中 第一个呈现就是无色界 飞翔飞飞翔 它就是无色界 你能说它是什么色 它非色 但是你永远要知道 这个非色用到决心随缘 正在下界时 就是随着众生的 这个缘起变化 随缘正在沉步 沉列之时 安部之时 华言就要讲到这个安部 决心正在随缘安部时 讲到这个无色 就是什么 就是要现色之时 所以刚刚你在那一念 明白那一念之中 那个念中一定有什么 有感受有色相 但能现出来时 你就知道那个决心都还非色 因为你都不能说 我现在知道 我这一念的决心是什么 什么样的念下 或念中的色彩 或形态 它是哪个形态 哪个念中的色彩 它要是哪一个 它要只是哪一个念中的色彩 那你只知道那一念 其他你就不知道了吗 你会发现那一念就是 所以现前时 虽然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 大决心体的本来面貌 但是你多少用在我们现在 脖地凡夫你都可以思维得了 决心献出感受 那叫不要讲到欲了 就感受现前时就叫有色 你献出有色前 那能献那个还是无色 就因为绝嘛 必定是绝 就在这一念上 你都能够慢慢体会到 有一个无色界 那无色界现前 你就马上看到就是有色 那看到有色处 那已经叫下界 心就一步一步再往下随缘了 看到有色处 你反而是越来越走进 如是色中的根本 现在随起的情境 所以你是明明刚开始 知道那个色 在后来就逐情逐那个境界 那叫欲界了 那已经到欲界了 但是从无色到欲界 就在那一点上 啪就已经到欲界了 凡夫是到欲界之中 想要回头 那叫难了 但你不知道决心就是这样子 一刹挪之中就到欲界 你将来正得 就算你不要正得民心见性 你真的能够做正在世间法中 四禅八定 你真正到了无色界定 你马上也知道什么是色 只是你心中永远非色 所以那叫无色界定 你怎么会不知道色呢 上界能知下界是 下界不知道上界而已 你站在感受之中 你不知道觉中的变化 你真正站在觉中 当然能担当变化 最好像你真正站在静体上 你就能够认其 静色千变万化 但是静色千变万化时 你会妄想执着 我是哪个色吗 不会啊 因为你是静体 你是静子 但是你要跺在静色 你就不知道静子了 必然 所以这个就要告诉你 当你明白那个真迹时 那是叫你现前担当那个安部 因为讲的是大方广佛华言 绝体的安部 既然讲到绝体安部 那绝对没有离开过现在的缘起 所以整部华言经讲 就讲到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那你以为他是在讲 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是抓着这个名相吗 不是 他是在绝体之中跟你亮 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 你站在佛华言体上 说缘起信空 那只不过就是用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这种种的名相 你更明白决心的作用 那就要知道佛华言 讲你根本不在绝体上面 所提领的 你根本不是在你大绝本来 面目上面思维的 你说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 你不过就是名相 套名相 照做套照做 你将来自己 搅得你自己都难以处理 难以钻出点 透得了一点 空气出来 那既然是在这个安部讲的 那当然就随缘说的安部 所以随缘说的安部 那才是真正直下在大方果 佛华言体上 直下担当 为什么直下担当 过去你是凡夫 多在感受之中 因为感受的妄想执着太深 我才佛教门中 才有经文告诉你 其实这些感受是随缘 是假的 你还有一个真心 是超越一切感受的 因为你真心超越一切感受 才能够为你变现感受嘛 讲你真的是感受 你就只知道这个感受 所以自己都会发现 逻辑不对 因为逻辑不对 你慢慢就能够放下感受 突然感觉到那个真心 原来他能够随缘骗一切假 但他永远非假的亲民嘛 但你但要你真正体会到 那个决心中 从来他能现一切假 但从来非假的亲民时 他当下就站在这个非假的亲民 他一定还能够回头照假 你只要是用的是真心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委屈 没有任何心中的种种的造作 你但要正到如是心 他就一定能够再回头照假 这意思 比如说你真的知道进体时 你就一样造色 你不必人家教你 也不必别人提醒你 过去在色中你会忘记了镜子 将来人家告诉你 其实进色都是镜子 你突然明白是镜子时 将来你知道是进体时 你现前就能担当 他随缘变化尽色 根本不必别人告诉你 那个是性体之中 那是根本的自性当前 本来的渊容 因为众生已然忘记了 所以才用种种方法 说二圣 说种种 说种种法 拔记一切众生 更明白他的觉体而已 所以在这个上面 那方便跟你说 种种随缘 那你明白那个随缘时 你将来站这个随缘时 我就告诉你 其实你的觉行最圆满在哪里 最圆满处就是能现一切处 就是最圆满处 镜子最圆满处在哪里 镜色 一切镜色彰显处 但是这个时候镜色在彰显时 跟你过去的镜色是一样吗 当然不同啊 过去的镜色 每一个镜色现前处 那都是流浪 都是束缚 都是刚强 等你站在镜体上看镜色呢 那都叫什么 那都叫做清明 那都叫做清清 清清 那都叫做清静 他就是知道色而已 他绝对不会跺在色中 为什么不会跺在色中 因为你已经明白就是镜体了 镜体现镜色就是一体 从来不二 不二之中 你从哪里说跺 你已经明白是一了 你怎么可能说跺 假如说我守着镜子 我只要守住镜子 我将来就不会跺在色中 想你这句话 还是根本不明白镜体之中 你说的这句话 你就小心 你根本没有看到镜子 你以为抓的一个感觉 以为守住镜子了 但是听你这句话就知道 你还在镜色之中 没有自在 没有圆融嘛 你还把 你还把先前的镜色 当成真有如是做 真有如是用 所以你才会说 我守住镜子 就不会再多镜色中 圣人的语言 跟修行人讲的 跟行者讲的 同样的一句话 但是他启发的根系不一样 所以你要真正的 站在根本发心 要开这个发心 要振得如是本来面目 发了菩提心的人 所以同样的一句话 告诉你 你只要振得镜子 就不会多镜色 那个是根本没有镜色的名字 你只要知道镜体 那还有镜色的名字 那既然没有镜色的名字 方便说 就不会多镜色 这个不会多 所以说 你根本不会再忘起一个 镜色的名字的妄想执着 那么是完全不同的解读嘛 所以一个行者 发不发菩提心 发不发真正必尽的 向道的怨心 那根本一句话之中 你根本解读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完全不一样的 就譬如说 我常常讲那个屁 说你只要见得阿弥陀 你不怕烦恼不解脱嘛 你不怕还有业障不解脱嘛 所以人 有的人就 他根本不发菩提心的 就开始用那种民间信仰 怪力乱神的思想 我只要依赖 只要看到阿弥陀 我就没有烦恼了 阿弥陀佛就帮助我 我把我全部都交给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就会照顾我 我就没有业力了 没有烦恼 你听这句话就知道 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 这种话是一般民信人说的 这种话是根本不是行者 行者跟一个学人发心上说的 既然不是行者 不是学人发心上说的 就不是从觉应觉 根本在决心上的根本的大教 决心上的大教是 你要真见阿弥陀时是告诉你 整个信德之中 你都有圣人的气氛 你但有一分圣人的气氛 你过去那些凡夫的妄想 自然就不在了 就像孟母三千一样 孟母三千也是换了环境以后 整体身心二徒 整体的改变 彻底的态换 所以行为个性就变了 孟母三千也是告诉你这个道理 不是说你还等着我换一个环境 环境就会来帮助我 那边有个力量就会来接济我 光你这一念心 不要说孟母了 就算奶奶带着你 搬一千次家 你也不会体会到 有一点变化的 不要说母亲带你了 就是奶奶带你都不行了 全家带你搬家都不会变 那个是讲到心性 那是用到学人的心性 所以你就听到一句话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正道 什么叫做邪道 讲起来好像都叫你练阿弥陀佛 但你不知道就是这种声音 从此以后混乱大叫 迷闷众生 迷闷佛法 讲起来多慈悲 要练阿弥陀佛 练阿弥陀佛就慈悲来接你了 每天献赐成恳切的像 让人家以为这就叫做修行 你不知道天魔就是叫来坏佛法的吗 他根本就是扭曲你 所以假如同样的教授 同样的教学 为什么最基础时 启蒙时 他就不在一切心性上 为一切行者最初接触佛教时 做他最初应该有的面对跟担当 跟学习呢 他却用这种混乱 混乱到最后现在搞不清楚 到最后都搞不清楚 阿弥陀佛到西方就是基督耶稣 释迦牟尼到西方就是基督耶稣 所以全宇宙只有一个神明 只有一个主宰 你就听到原来念那么多年佛 讲那么多年净土法门 到最后不过就能够献出原来你潜在意识里面 还在追逐心外有一个真灾 那种可怜 你但要用众生语言 就是我常讲的 你但要用众生语言 用那种可可年龄八望阿弥陀佛来接近你 你念的那个勤勤苦苦 希望用一点勤苦感动弥陀 光你这种思想就已经在献弥陀于不义了 那弥陀就不慈悲了 但是你要是讲到是学人的发心 你讲到一个真正是行者的发心 他是知道以心来相应的 你一念向圣人之时 那一念赤神耿介向圣人 圣人的名号跟圣人道理 他就会潜移默化 贯通在你心中 这叫真接引法门 为什么是真接引 因为决心必定会如是接引 你只要用到真觉 用到必定决 决心就是如是接引 所以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一句阿弥陀佛 月立红声 你只要吃成恋 他是整体为你的胎患 整体把你心心之中脱胎患骨 就是地藏经讲的度母拔度母亲 把你过去的无量 无始节的肉骨凡胎 如是的母质整体拔出 那叫度母 为什么讲地藏度母 他为什么不讲度父 他是在心性中讲的 那个母中就是不断酝酿 在感受中不断酝酿的 那个根本的众生体质 那个母质 你要是但要能度如是的 根本自信之中的体质 这种体质 若是清静时 地藏经都跟你讲 其父叫做什么 尤其第一卷讲到婆罗门女 其父叫施罗善线 你明白那种感受 酝酿的作用现前处 你只要不随酝酿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些酝酿 这些随着感受 好像就有这种酝酿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决心 根本清静 只不过随缘好似的善线而已 为什么叫清静 施罗 施罗就是清静 施罗就叫戒律 守正如是根本决心的 根本的作用 律动 它是随觉的律动 但是你要随感觉的律动 就是流浪 你要随觉的律动 它可以知道一切变化 在感受好像有种种变化 生成 你在觉中看这种生成 这种生成叫千进 施罗善线而已 你忘记了如是施罗善线 那就是什么 月地利罪女 所以地藏纪然是跟你讲 是这样下手的 所以你要是根本不通 不通华言经 根本不通大方广 佛华言 你在说净土 还在狂妄 华言经 倒归净土 所以不用读华言经了 52位菩萨 42位菩萨 都不是你们学的 那是法身大事 跟你们没有关系 那这样的讲经 那你还要讲什么决心呢 你还要讲什么佛经 法身大事 为什么会跟你们讲 没关系 因为它永远告诉你 法身大事 你是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民间信仰 法身大事 就是超越这个宇宙 超越这个世界 甚至于你狂一点 你套一点名 佛门的名相 超越这个法界的一个 大力的神明 叫法身大事 你永远都是那种心态 那种心中的解释 那叫可怜可悲 那是众生最卑微的语言 行者的语言告诉你 什么叫法身大事 你只要跟这一句名号相遇 因为这句名号 它是出自于圣人的名字 它不是众生意识之中 你所能够亮的 它是在哪一个世界中 种种形象 而是它是在圣人心中 能够动转你心性的名字 所以你只要用得到它 它转的不是你现前 感受到的世界的假象 它转的是你心中 能入如是法的根本的动员 所以叫法身大事 你真正转成如是 心中的智慧时 你再在这个智慧 再在这个心 再在这个心体上 再看一切世界 世界根本不必你改 心改世界就变 所以为什么世尊 阻止动地 都变成琉璃黄金 那怎么会是用你 你用你凡夫世界的观点 来亮法身大事 所以他跟你讲说 法身大事没有用 既然没有用 那叫你们读那么多 法身大事的名字干什么 你那一念我虽然是凡情 我虽然是凡夫 我一念赤诚恳气 那一念合掌面对这个名字 称念一句 拿摩文殊师利菩萨 拿摩普贤菩萨 称念的是法身大事的名字 你心里已经动转 如是法力不见而已 怎么会说 他跟你们没关系 一个世间的凡夫念一句 世间世人的名字 心里面都有潜移默化 他能够转成这个潜移默化 就是法身的作用 就是法身的作用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 尤其到这个默法 有一些汉传佛教的大经大论 若是在不以古德的过去 这些祖师的悲心 所留下的文字 念念我们这 虽然叫做博地凡夫 你再不肯这样念念 仔细去推敲 将来真正汉传佛教 大家都已经不适时 就不认识时 那汉传佛教就被这样的淹没 用什么原始佛教 用什么藏传佛教 用什么东西 反正就胜过显宗 胜过汉传 反正汉传就不是东西 大家都不学 将来汉传佛教 灭亡那一天 世界佛教全都灭亡 我讲的不是狂 为什么 因为你就看到 现在世界佛教 都是竹像 哪有说心 讲到打坐参禅都竹像 哪有像现在这个 汉传佛教留下 这些古德的文字里面 那念念提起一个行者的心心 直下坚信 不然的话 打坐参禅都在哪里 感受上的清静 都是用这个念头 转换另外一个念头 转换什么念头 以前叫做烦恼 以前叫做不静 不安静 现在好像有一个清静 现在有一个超越的感觉 你不是套着感觉 再说感觉 你永远都是做这些 根本同样业力的东西吗 你过去觉得不清静 现在觉得清静 你都是用到感觉 现在的清静 还是过去不清静的 同样业力 知道吗 谁有办法在现在 所有的一切起情中 下手之时 觉得清静 觉得不清静 你要明白 那觉得的是谁 那不就是中国老祖宗 尤其是中文的 这些古德告诉你的 念佛的是谁 知道的是谁 明白的是谁 这个话头吗 开发你心心的 这个话头 所以你要明白 这一念心事 都在这一念决心上参食 你才能够用一切善法 甚至于念佛 所以禅门日诵里面 念佛念得最精进的是谁 中文 因为中文心中 就是明白那个心体的不二 所以他才能够骗用一切二的嘛 不是像现在人讲 那个不二就是什么都要排掉 不二干嘛要这些呢 要这些一些杂碎的行为呢 用他们干嘛呢 胡扯 你要是真正知道不二 那一切法中就是能够锻炼你 是不是真正正得如是不二的根本的官药 根本的精华 怎么会是杂碎的行为呢 所以禅门日诵里面 念佛的是他 拜禅的是他 所有的都是他 讲你说禅 根本不立法 为什么我要拜那么多法 那人家就会告诉你 你还觉得为什么 那就是你心中潜在意识一定立了一法 立什么法 立我是禅 才启程 任何一切法都跟你启程对待 就跟你启程了种种对视 你要不立一法的人 那就用你一切法 我看你心中立不立 你心中若是觉得还有二法 那你就是什么 你根本就违背于禅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一法不立 一法不立 我就用法法来锻炼你 为什么一法不立可以用法法来锻炼他 因为刚刚不就告诉你决心现前 他本来根本非一切法 叫虚空戒 但是这个本来非一切法的虚空戒 在哪里体会的 是一其能成就一切处 所以你能成就一切处 你肯定就不是跺在哪个一中的 那叫虚空戒 那不是跺在哪个一中的这个虚空 不是说真有一个虚空啊 假如真有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就是一法 这个虚空连虚空都不住 所以他就是一切 这叫根本不住 叫一法不立 你愿意找到是自新 你愿意找到是你自己本来的面目 还是你愿意只是喜欢在文字上 在道理上 在这一些语言上面 只是成一个嘴皮子的快感 只是这一生只是想要得到这些东西 那真的就是人各有志 那将来三徒六道流转时 那就不要再哭诉 老天不公平 哭诉 叫天天不印 叫地地不灵 就是说老天没有灵印 老天无灵印 不是老天亏复于你啊 是你自己暗昧了老天啊 所以那个天字讲一讲大 写一个一写个大叫做天 你自己念念之间 你都不肯跟那个一相应嘛 那个一是什么 那个一是要能献一切大的才叫一啊 那是明白一切大你才知道那个一啊 所以既然是如此 你怎么还会流浪在后面这些语言中 说禅的这种根本 抓着先前的任何感应 任何以为可以执着 任何以为可以超越 所以没事就跟你印证 你开悟了 你正果了 你出国 你二国 大家都喜欢追逐这个名字 就算现前还没有利益啊 但你追逐名字 你现在追逐这个名字 将来就死在利上 再碰到你要是真正有魔业啊 一大堆就开始那些 无始即来的那个冤亲债主 就变成信徒 把你推到前前 然后说你是佛 你说是佛 他就信你是佛 你以为他真正被你害 他们是来害你的 害你死堕阿比 那现在那个妙禅 你以为那个江淑那在那边拜了个半天 好可怜啊 江淑那被他骗 我怎么看都是江淑那 可能在害他的 就这样子 彼此之间就这样子 纠缠 没事就是一个产了 什么金菩提啊 都一大堆 讲到最后讲不到什么法了 就讲健康 你老是在这个大家的岁数 只有这几十年的岁数里面 你要给他最必尽的东西 让他这一身之中拔击生死 还是你只是要苟延残喘 这个色身上面 那一点点感受上健康的余温 你只要求到这个吗 你要是求到这个的话 那世尊只要由那个四门 出城由四门时 就不必再到苦行林 不必再夜渡啊 城墙去做苦行啦 他就在四门之中救济那些 生老病死就好了 那是完全啊 不懂啊 不是发菩提心的道人 全部都没有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有个什么像 发菩提心不是告诉你 发菩提心就是行一切善法干什么 假如行一切善法就叫发菩提心 那举目忘记 现在有很多世间的一些外道宗教 都在行善 那他们都是菩提心道人嘛 那老子都说 真的直指以为有善可行贼也 你根本不认如是心体 这些心体本来大觉心体的亲近 它本来处在一切法中 它就能够成就一切法的根本的至善 你却背离了大觉心体 抓着现在感受上以为的种种善的感觉 在那个善的感觉中造作 那都是造作的行为啊 所以那个造作的行为 不要说佛门再说 老子都说乱之时也 所以真正的圣贤是达到这一念心中的亲近 它本来就能够偏一切 而且正在偏硬处就是它根本不住处 这不是佛门说的 连儒家都说 你真正能够旁观者轻的 他才能够清一切法 才能够明白一切法 什么叫旁观 就是你处在任何的缘起当前 你都不是像过去一般众生一样 只是受缘起的沉沦那种势力 你是明白缘起 但不受它沉沦 那似乎就是旁观 但是就是这个旁观 你才能够深入缘起 那换一句佛门中的道理 你能深入一切缘起的 你就不是哪个缘起能够量理的 就是讲到决心 所以儒家体会到信实 也会体会到自信 也会明白一些这些道理 所以他当然能够形成善法 那叫至善 而且他不但能形成善法 行善之时 人家说哎呀你是善人 他都会觉得无所谓善 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他心不但能行善 而且能够根本不住 现在造作 做那个善 你不做还好 做久了以后 你突然发现 哇 这后面赞美四起啊 大度 忍者 那差不多开始沉沦了 你开始准备流转了 要不是这样的流转 怎么会弄起 对供高的人呢 直接做善的 行善的 弄起大度供高 就这样就行了 所以佛法都不要学了 就随我行善就是了 菩萨界不必受了 就参加我们这个团体就好了 这些供高的名字哪里来的呢 这些供高的相从哪里来的呢 甚至于自己造神了 自己称之为佛了 虽然不好意思讲佛 讲他是觉者了 这些处处都感觉到 他根本不是善心的表现 那根本不是一个真正向善的人 最后有的行为跟言行 真正向善的人 从你最初开始行善 到最后慢慢心中纯熟时 你都不会有这种行为 何况收水油吃一点都无所谓的 不是我说 说收水油吃一点 是他们说收水油吃一点都无所谓 应该是听到这句话心如刀割 那叫向善 听到这句话心中不动 还跟你讲收水油吃一点 都不会怎么样 那还叫行善 这一生中向善了 最后变成了一个刚强麻木不仁 你就知道这个善是从哪里来 造作之中来的 那是损服之相 那根本不是至善 那不是真善 所以世间都是如此 所以佛门之中我讲的说 大圣佛法之中 若是念念之间 要不是在真正 尤其是汉传佛教讲的大圣佛法 要去诸发菩提心人 就是照见如是根本面目 照见如是觉体 绝对不肯让自己堕落在 每一个念度之中的妄想执着 甚至那个妄想执着 维系到你以为我是善人 你以为我放下 你以为 你以为都是执着 你以为 你只要用于众生语言 你认为你放下都是执着 所以就像 内言经处的西处真心 阿南说我无着 无着就是着嘛 不然无着就是龟毛吐角 你干嘛说个无着 长爪犯志跟佛说 我一法不受 不受就是受 你干嘛一法说 一法不受 你觉得不受 那不就是受吗 这个粗显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就是不可能 有人什么 老老实实 愿意找到这一个心源 找到这个根本的 本来的面目 叫大佛鼎 也叫做大方广佛华言 就是在这个绝体上 所以站在这个绝体上时 你会发现 就在这一个心体当前 就如虚空一样 那为什么是虚空 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 虽然后面套了一些杂话进来 但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什么 讲到这个虚空界时 你知道这个虚空界 当然在哪里说的 因为你都是在大方广佛华言体上 看的虚空 看到虚空当前就是一切法界 就好像你真正知道虚空时 你明白虚空时 你就知道虚空一定能够包容 运载万物 你一定能够知道 它一定能够包容万物 所以你说有虚空呢 不是吗 那我现在说虚空 你就应该看得到它的包容 就是一切法界 那我说的一切法界 我看到一切世界的种种感觉 你就算是坐在凡夫的业力上面 你根本不懂心性 你根本一点菩提心也没有发 你用到众生最刚强的业力 就算是如是刚强的业力众生 你放眼望去这一切世界 感觉处处都是片有 处处都是种种众生 可以分别的种种意念中的造作 就在这个造作之中 你都能够分别有虚空 为什么 因为法相就是如此 法性就是如此 因为你看到世界没有空吗 你要是没有空 你怎么能看世界呢 你看到哪一个物卡死在哪里 不但是你看到的世界像中有空 你这一面动到那个恶心之中 它都念念不住 所以是空 所以你看到世界就似乎就有虚空像在 因为那一面中的根本的信德 它也念念不住 所以那就是虚空像 所以才会在这么多防御当前 就是感觉到好像处处都可以陈列 陈列之中就好像有一个大气 种种虚空的包容 你自然就能感受到那个大气的包容 假如你认为说那都是一念而已 那只是一念 种种像在那边一念 那一念就是卡死的 卡死就是你怎么动 怎么转 那一个像都永远跟着你 它就不变了 假如像都不变你还是念头吗 你还有念头吗 所以那叫做与虚空界等偏同一切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虚空界等偏同一切 但为什么这句话之中要先提虚空界呢 为什么讲到入法界这一小段中 要跟你先提虚空界呢 那是因为你已经已然知道什么 已然知道在一起过去众生 那种成员的那种作用当前 你已然知道根本本来亲近的超越 所以讲虚空界 但是因为毕竟是跟你在一个绝体上面所说的虚空界 所以讲到这个虚空界时 你当下就会知道一切法之中 它的所有的一切的呈现 所以说虚空界也没有过咎 但假如不是在大方广佛华言体上跟你说与虚空界等 它是用动作众生的思想 你以为真有个虚空界是别于现在现前的一切 感受之中的有想之中的种种差别 那你在说虚空界那都叫做棒法 那全然棒法 那为什么讲棒法 就败坏你心中的执剑 那就是棒法 就是分裂你心中的启程差别 你以为有个虚空有一个法界 你就是在分裂 你知道分裂是谁吗 刚刚刚刚好还讲到地藏经 分裂就叫月地利 地藏经讲的月地利罪母 就众生的心态之中就是分裂 在酝量的 你再黑就知道黑 就不知道白 再白就知道白 不知道黑 就是这样分裂 为什么分裂 明明都是觉 你去分裂出一个是黑是白 永远在这边流浪分裂 所以那个月字从一个树心旁 每一个心源建立处是树心 旁边对线的对 叫做月 地利呢 地利叫田主 差地利是国主 地利是田主 田是什么意思 分结 割结 然后分割出来以后 耕耘是田 你心中念念兑现 好要在如是差别的兑现 当下一直不断地在那边 妄想耕耘 叫月地利 然后在这边妄想耕耘 造作那叫罪女 你只要心里面有一念 那一念赤诚 念念知道如何度如是 心中根本的这个母体 众生夜感之中 每一个夜相之中 那个根本的母质 那个母体 光你那一念想要度这个母体的 那一念的决心就是地藏前身 那就是地藏前身 那你要度这个母体 你怎么度 不是说真有这个分别之中 我想要把这个月地利 这个差别度掉 真有个差别 我要把这个差别换掉 那你不是还是差别吗 真有如是差别 你想要从此以后再也不随这个差别 我要变成不差别 不是还是差别 所以那要怎么度 怎么度这个母体 你要永远知道 在一切差别 一切兑现之时 它不过就是你的 绝华定 自在亡而已 那是你的大绝如华 开腹遍布的 自在亡而已 自在现前时 有差别 但是统一如是差别的 那个是亡 那从来无差 叫做绝华定 自在亡如来世 不是吗 所以你前身一定是什么 地藏前身一定是念念念 绝华定自在亡 虚空法界也就是如此 你站在虚空界中 你当然就是骗通一切 骗通是什么处 就是一切法界 但现在就让大家行者熟悉 就在心性上说的 骗通一切法界处 你不就是体会到虚空了吗 假如这句话是跟一般人讲 比一般人听不懂 跟行者讲 你骗通一切处 你不就正处在虚空吗 不然你怎么骗通吗 所谓的虚空就是 它根本不落一尘 不落一法 所以才能够骗 所以正在骗处就是虚空 正虚空处就是骗处 那不叫做骗通一切 你不要小看 当你把这些道理 在你心境之中 离得清清楚楚时 将来对你有什么帮助 你就算现在还没有开悟 但是道理清楚了 你要永远记得 心现前时就分离 跟世二王 两个王 离世二王 什么王就是这两个主宰 两个道理的主宰 两个心中的智慧的主宰 叫离世二王 但世要在哪里建立 先要打离 明白那个离 它就能够起成世 然后全部那个世 它能够贯通那个离 因为它就是一心线的离世 从来没有一个根本不知道理的事 也从来没看不到有一个没有事的理 虽然是这样子说 也是告诉你什么 下手处就是什么 明白道理 所以叫闻思修 路三摩地 你说你道理通了 你将来自然而然的 就算你还没有开悟 你在你眼前现前的任何烦恼 你都不会像过去一样 在那烦恼之中想要断烦恼了 你都知道 像在眼前想要 在烦恼中想要断烦恼 不过逼迫自己念念 假造意识 更去攀附烦恼 攀在前程中 攀在烦恼的成像中 你不断地逼迫一个念头 想要断处 就是逼迫这个念头 念念去认那个烦恼处 这还不要讲到佛法 这讲心理学你就知道 那也不是一般外道讲 烦恼现前不要理他 你怎么不要理他 你不要理他时 你众生用到的心意识 你不要讲得那么潇洒自在 不要理他 你不要理他 就是因为有他 你才说不要理他 你因为有他说不要理他 就跟刚刚讲的 一直在面对烦恼 差不多 只不过换一个假象 一个假象 你以为我不要理他 是背过脸去 其实你都在理他 不然你干嘛背过这个脸去 你背过脸去 就算你起身幻觉 哎呀我好像真的 不理他 好像真的有感觉 我真的可以超越 其实你越走 已经越深沉了 将来这个烦恼 再现前十 你会比以前更深一辈 更难脱离一辈 所以就知道 那根本不是众生语言 那是发菩提心 道人的语言 那不是不要理他 你觉得不要理他 都知道绝都不是这一句 我能觉得不要理都不是这一句 何况我还在觉 我在烦恼 所以将来在烦恼之时 只要问自己 为什么在烦恼当前 不知道觉得烦恼的是谁 那就是用到 祖师宗门的话头 你在一切起心动力 你都看到决心的作用之时 将来就在这些作用 缘起当下 让他回光 原来他就是觉 你只要不怕你 现前有烦恼 就怕你烦恼现前 你不知道是觉 烦恼现前 你知道烦恼 根本不会知道烦恼 他知道烦恼的是觉 既然知道烦恼的是觉 觉也从来不是烦恼 那你干嘛老是抓着烦恼 所以你这些道理 若是清楚时 所谓的清楚就是什么 就是你把这些道理 常常思维 常常架构 在你心中 突然有一天有力量 你就用得到它了 光这一句这么粗浅的话 你觉得烦恼的 那个觉得不是烦恼 那你干嘛还要抓着烦恼 认为我在烦恼 长寿如是苦痛 光这一句粗浅的话 你就会让你将来碰到 任何大烦恼时 你早就画到 画下一条骨构了 你再也不会像一般众生 老是抓着烦恼 想要面对烦恼 想要突破烦恼 最后逼到最后 总有一身 总有一事啊 那越走越刚强 越走越 越 越 越心中 越挣扎 总有一天 你会为一个烦恼 自侵生命 总有一天你会为一个烦恼 发狂为之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的人讲的那个法门 若是不对时 什么烦恼来 带人去什么 去 什么 修鸭 或者是 神明来 给你收一收 这会害了他将来 就算他真的 这一次 他有一些 磨业 就是你帮他什么 刷个指幅 他真的好了 你不要以为他好了 不过业力显前 让他好 他不好 搞不好 搞不好 还有善根 这次你帮他做了以后 他好了 那才是业力了 因为他这一生 从此以后 再有任何的 一点点 一点点 小小的烦恼 他就念念之间 跟如是怪力乱神 涌脱 永远 来离开 这种势力了 你害得他 害得是他的法神会民 那是可怕的 所以有的人说 他很灵的会好 那当然会 众生业力 你会好就是什么 你业力现钱 这个不要讲佛法 讲心理学就知道 你这一次觉得好 下次你就会起依赖了 因为都是重生心 再起依赖 你就会发生 到处都是怪力乱神 有一点点感觉 就觉得来不及了 不行了 赶快去收一下 赶快去干什么 这个人 就算还没有发疯 你已经看到 今生已经不愿意 将来生中也差不多了 所以你说 世间的法门 那都是破坏众生 根本的心境的 都不是一个 站在根本的大觉心体之下 为一切众生 开启智慧的担当 所以你要是 真正明白 如是觉体时 这一念心 真的是与虚空界等 通片一切 大家可以 因为下面这一句 比较简单 我发现时间到了 几分钟把这一句讲完 随处显现 无不明了 所以这一念心在哪里 随处显现 为什么它能随处显现 因为你明白 就是一心啊 既然就知道 那根本就是一心所现的 一切万有 当然叫随处显现 而且这个处字 所以中国人呢 在经典之中 刚好用到的是中国文字啊 也表示中国人啊 我们这种汉教的 在当土众生学佛 是有福报的 因为在一般的文字 我是不懂的 一般的国家的文字 我不懂 那是不是有这么样的多意 跟那种启发 不知道 但用中国文字 你就知道 它说随处显现 这个处字 它不单只是一个方所 处还有什么 处就是你现在正在相处 那个处 就像你在跟朋友相处 处在一起 你念念之间随缘处 叫做处 因为有如是处 所以人献如是处 叫随处显现 今天心不就是随时相处 为什么相处 根本就是决心随缘 决心随缘就是决心 根本就是一体的决心 所以它当然能处 假如决心随缘 是有一个心 有一个缘 它根本不能处 它怎么能处 它根本是二法 怎么处在一起 我讲的一个笑话 常常讲 对吧 你拿一颗红豆 一个黄豆 在锅子里炒 怎么炒 怎么炒 你把它倒出来 还是黄豆跑黄豆 红豆跑红豆 你怎么处 所以那个处中 就是随缘住 你如何心 大觉心体必定能够出如是随缘 叫做处 所以现一切缘处 那才有境界 才有方所 那不单只是讲到后面 无不明了 随缘显现 无不明了 而且你还知道显现 就是什么 连处连处都随缘显现 不是吗 连处连处 一个字上处跟处 都随缘显现 那当然的一切 不管于性 于方所 于境界 于限量 你当然都明白 这无不明了 这已经慢慢让你 让你慢慢体会决心了 决心就是如此 不是吗 不然 你怎么会觉得 每天起来 那种感觉 多采多姿 生气盎然呢 它不就是念念 能够为你相处吗 那个能念念相处时 你何曾找过 有一面是根本 离开决心的二法呢 有一个离开决心的缘起了 不可能嘛 离开决心的根本不觉 不觉 你还有什么感觉 那有什么感觉 只是众生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盲点 你讲到镜子 气物上 这个盲点 可能你还会真的搞不清楚 但是你讲到心性上 你说那个盲点 永远离不清楚 那真的叫做可怜 因为镜子要是照三之时 一定前面有个三 而对应出镜体上 才现一个三色 所以在气物上面 去讲做种种比喻时 它是有这种障碍 可是决心你看到三时 你以为你眼前看到的是山 你眼前看到那个山 也是绝 你没有绝 能有眼前那个山吗 所以用这个看字 你们可能体会的很难 比如说触 接触摸 你摸 你摸得到 好像真的有个外物 但你慢慢体会 你摸得到的都是绝 要是你根本没有绝 你还有外物 有这个外物 这个作用在你心中吗 能够立外物 这个名字吗 那都是绝 所以我们以为是在 大众的共同同分业障之中 看到这个山形 这个三河大地 其实错了 那是你们的决心当前 因为它被定能够发现 好似有外物 所以在外物的象中 共用大众的元气 再来做你众生的种种迷惑 你以为看的是外 那你不知道 就算是共业当前 你看到 我们同样看一个山 你看到山 不见得是跟别人看到的山 是同样的山 你在你同一个业力里面 看的就不同 那你既然看的不同呢 你怎么说你看到的是 刚刚别人看到的那个山 真正是有个外物呢 你不要说大山是如此嘛 就在现在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你跟我心境不同 看的就是不同 你以为世界在哪里 你在怀疑吗 那真有外物 真有甚至有一个外物的话 就像那个唯物论讲 真有外物的话 你见我见都一样 那我们感受应该要同 我们所有的之间要同 事实上不然 同样一个东西 同样一个气界 同样一个方式 同样一个山河大地 每个人所见不同 所以世界才有多彩多姿 每个人不但所见不同 你每个念头当前的变化 也都会念念之间 所以你夜感呈现不同 你不要说那个山河大地 现在你眼前 就跟别人相见 同意不同 你用你自己同样看见座山 你今天看跟明天看 你一个月中看 你每天三十天你好好做记录 你每天一定天天不同 但你只是幻觉 我好像都看那个山 谁跟你讲看那个山呢 你不是都天天不同 你看的是哪个山 而且那个外面的任何山河大地 它也在唱罗唱罗变化 你怎么会看同一个呢 所以永远要知道 你决心看史 决心就好像镜子一样 镜子造色之史 好像它一定要对应一个色 才能够在镜体上 有一个山的形状 但你永远要记得 它现出山的形状来是 镜子明白那个叫做山史 那个山形 那个意境 永远是镜子所现的山 镜子能造山 那镜子它不是只是知道外面 它永远不会知道外面的山 它看到那个山 明白那个山史 它明白呈现是 永远是镜子的根本的山 它现了 它的清净中现了 所以我们众生世界也是一样 我们这样彼此之间对待 我以前讲过一个批语 讲过一个 就写过一些文字 譬如两个镜子互相对照 我们人跟人的感觉也是一样 决心对照 你的决心中有我 我的决心中有你 但我的决心中的你永远没离开过我的决心 你的决心中的我 你永远没离开过你的决心 你永远是在你的决心之中说我 我永远是在我的决心中说你 你用到众生世界 业力都是如此 所以才跟你讲说 众生的业力当前 那些感情都是虚假的 你根本超出不出如是的作用 你不明白如是作用时 你刻意还要在这个作用上面 彼此在触脑时 那只会让你什么 只会让你越走越什么 尤其是众生的身心 就会越走越刚强 越走越 心中就越来越 就觉得受到刺激 受到伤害 为什么受到刺激伤害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自觉 能够说他的 那你说我们 有啊我不是在讲他吗 你都是用你的感觉在解读他的 你怎么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不住于觉 去能够明白他 你真正明白决体 不住于觉 而能觉他 那叫做什么 那叫菩萨 那叫大觉友情 所以我说为什么世间的感情 最不能信任 因为我们讲的男女相爱好了 两个人爱在非常农烈时 我爱你 你爱我 我说我爱你时 我是站在我的感觉体会那个感觉 那个爱 你说你爱我时 你是住在你是浓浓的在你的感觉里面 抓着那种感觉说你爱我 但是你正在说你爱我 我正在说我爱你时 都是不断地在膨胀我这个感觉 所以膨胀到最后 我都不允许你破坏一点这个感觉 你要破坏一点感觉 我就变成冤家了 真的爱怎么会变冤家 那为什么后面会变冤家 因为他一直膨胀那个我爱 那个我爱你 那个你字都是他的感觉 他拿我来解读你 你拿 他也拿他的 他的那个我来解读你 你也拿你的那个我来解读他 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世间的造作都是如此 将来你会发现 决心之中也就是这样的 用到世间的器物 他对照也都是如是 所以只有将来明白决心时 就算决心当前必定现出都是自觉 但是在自觉甚至当前 他能够解读一些众生 自觉都不住的人 解读一切众生 所以他能深入一切众生心 所以深入一切众生心时 他根本不必 心不必跑 根本不必到任何地方 叫不动道场 不是有任何跑 那个才叫做诸佛 真正正在这个里面决心 不动道场 能骗之一切众生业力 那你的决心不都是也是如此 你现前作业也都是如是 其实现在不认而已 那讲到后面这个就比较 超题了 超题 但是是让你知道 原来真正大决心体是随处显现 无不明了 你当你明漫漫在这个文字上面 你都能够推敲出决心的作用时 你才知道大方广佛华言在讲什么 你才知道 华言一海百门在讲什么 才跟你讲入法界是在哪里讲的 不然你读了这段文字 你就读完就消闻就而已了 读了这段文字 他心中一点心中的刻画 一点心中的作用都没有吗 最要 还是 但是后面那句话 汉传佛教不是大家再不肯去了解古德的那些道理 这一生中再不肯去想要了解自己 不但自己将来必定沉沦六道 虽然是梦境 但还是沉沦 因为你才是活在梦境就受梦境的苦难 不但是你要堕在六道 而且将来真正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夜感世界之中 那佛法就整个就没了 所以在这个末法之中 若是真正令 佛教就在我们这一期生命之中 若是真令它灭掉了 大家都有责任 都是你的责任 生死是大 大众好自参之 何长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